再讲一个就是秋季的过敏性疾病 过敏性疾病有什么呢 有一个过敏性鼻炎和哮喘 这个是秋季常发的 还有一个就是秋季发的湿疹 还有前发疹 这两类都有 秋季最常见的季节性过敏源 是薅草类花粉过敏 有的病人那场贵问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病是薅草类的 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引起的 你怎么就不知道 你们怎么就不说是尘满引起的呢 当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我的判断依据是季节性 特别好 这学员说季节性 如果是没有季节性 就要考察他日常接触的那些东西 和日常食物 即使我们查出过敏源了以后 有什么什么这些过敏 这些那些过敏 如果他有明确的季节性 那他的诱因 多数情况 多数情况都是花粉 都是花粉 尤其秋天和春天 而秋天是薅草类的花粉 这个时候你告诉他 他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呢 他说果然是啊就是这样的 我立到立秋 这个孩子就犯鼻炎 你说你怎么预防一下呢 怎么预防 你们猜怎么预防 我之前春天的时候 我有一节课 你们猜一下怎么预防 你们猜一下 怎么预防这个花粉性过敏 这个学员回答 戴口罩 还有吗 还有人有其他的方案吗 只有戴口罩 这大夏天的戴口罩 来 换个地方居住 听起来可笑吧 但是有效吧 你们猜测有效没有效 36G走位上策对吧 这个 我曾常常推荐 有这样疾病的人 到南方去 他有明确的 在立秋的季节 正好暑假嘛 带着孩子就去 正好你到那几天 花粉最盛的时候 风一吹啊 因为秋天一有风 一吹 这花粉整个都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 最好的办法 实际上就是躲开它 听起来好笑 但是实际上就是 出去旅旅游玩玩 我就是过敏性鼻炎 但是我原来一直在南方生活 就是到了北方就好 也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但是今年到了北方以后 发现是两个季节就特别容易多 一个就是春天 一个就是秋天 就是这种季节 我一直在 在广西生活的时候 季节性就 不是特别明显 就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学员说的 他就是在广西的时候 季节不明显 就是说他在广西的时候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殖民员 就是他对其他的殖民员 可能生活得有殖民 但是到了北方 有季节性了 一定是两类的花粉 是他的主要殖民员 所以这个时候 躲开这是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就是 刚才这个学员讲 戴口罩 戴口罩不能天天戴 能出去的时候戴 戴那个N95 戴口罩 能过滤的这个花粉 这个颗粒的这种口罩 但是会比较憋得好 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 如果要是在家里了怎么办 在家里怎么办 你也不能在家里边 说话的时候戴口罩 对吧 在家里有一个办法 就是 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除了去雾霾颗粒 花粉颗粒也都去掉了 所以只要让那个花粉颗粒 在空气中的这个浓度下来 它的这个致命性就弱了 所以这些方案都是预防方案 都是预防方案 从根本上来讲 还是我们体制的这个因素 如果体制强健了 你对这个 有同样的这个花粉状态 你可能就不那么敏感 但是你比较弱 这段时间状态不太好 你就会发现发病发的非常重 发病都非常重 所以内外因是相互关联的 这个学员的问题 我有一问题 就是这个过敏性不嫌和哮喘 我爱人他那个身体特壮实 然后呢 但是他就是 我们俩生活环境都一样嘛 我平时就是须不拉击的那种 但是我就没有这种 到春天啊秋天就犯病 那您说 他这身体强的 怎么到生了病 我这弱不弱弱的倒没事 这个我只能告诉你 最常见的一些优因 有些人啊 他仗着自己身体比较壮实 贪凉饮冷 熬夜 熬夜玩 就是消耗 看起来好像还行 实际上外强中感 实际上不是太行 看起来好像还行 但是因为他消耗 这个时候到了一定的年纪 他可能20岁的时候 还体质比较壮实 等到了男子啊 就是4832开始 就往下下降 到40岁以后 到我那个年纪 基本上就开始往下走下坡路 就明显走下坡路 所以这时候 你保养的好不好 就能看出来 你保养的好的话 那基本上 你就还能保持 维持一定的身状 如果保养不好 慢慢的病就来了 病就越来越多 我接着讲了啊 要不然今天 担忽你们回家了 中医学角度 那秋季和春季都有花泛过敏 那区别是什么呢 我就不卖关子了 我直接给你们讲 春季呢 你们记住 病发在收藏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冬天的时候 到春天万物生长 所有的新兴向荣 一派新兴向荣 都是出于生长的 这样的季节 那么在春季发的这一类的 不论是过敏性疾病 还是什么一类的 春季发的疾病 你们记住 属时 属热的多 秋季发病 在开泄之后 在属热季节 我们已经消耗了 我们消耗了我们的精液 消耗了我们的正气 属热季节 我们吃不下饭 又出了很多汗 本来吃不下 就很消耗 所以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 人都会越来越瘦 对吧 人会变瘦 对吧 是不是这个特点 一般情况下 你们都胖了吗 没胖吧 那个女同志最喜欢的 就是过夏季 夏季能让人变得更美丽 是吧 可以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听过那个歌吗 燃烧卡路里 那个 秋季并发在开泄之后 那么秋季 属虚 属寒 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但是你们记住了 我说的这个 用的是多 我用的不是 都是 不是都 千万不要把它变成都 不要把 大多 多数的情况 变成都是的情况 如果你认为 所有病发在秋季的 都是属虚的和属寒的 那么这个就犯了绝对性错误了 如果你病发在春季的 全属实和属热的 那也变成一个绝对化 犯一个绝对化的错误了 因为春天的也有属虚的 秋天的也有属实的 秋天也有属热的 春天也有属寒的 都有 只不过是 这一类型的 比例会多 而那个时候 那一类型的比例多 你们记住 就是这样 记住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的只能是这样 具体 那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只是说 你在这个季节 可以往这个方面去 去游异一点 那个往那边 这样的话 你犯错误的几率会 概率会小一点 那么 秋季发作的过敏性鼻炎 哮喘有四种症形 第一个是湿温 就是属湿的 这个湿温病 感受了以后 湿温除了重于肠胃 还能重于上胶 重到肺 就是痰 痴类的这种咳嗽 也可能重到鼻子 重到鼻翘 这个湿温 接下来就是秋葬 秋葬也有 这一类的过敏性鼻炎 和哮喘也有 第三是表须不顾 第四是 肾阳须感寒 所以 实际上这一个季节 就会出现了 这一种类型 就会比较多了 而之前 你们记住 往之前 这一类型就少 这一类型就少 这个季节开始就多了 那么 属湿温类的 这个过敏性鼻炎 就是这个 弹热 预及到这个鼻翘里边 形成的这种 像鼻痘炎 过敏性鼻炎 这种 它是鼻涕 黄浓涕 醒出来都是黄浓涕 啄涕 伴随着有一点点的头疼 这样的人 他大便可能偏稀一点 也可能大便不是很畅快 但是他 这种表现可能不是很重 因为他这个 这个湿温 这个湿温类在鼻翘 它位置比较高 位置比较高 你们记住 所以 这时候 有这么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呢 因为 这个方子后来他们改名了 叫霍胆鼻炎丸 因为实在顶不住了 卖不出去啊 这个药 因为他 不加上这个病 他实在不知道 这个药是干嘛用的 我要不说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药 你们知道的是 鼻缘疏口服液 那个 通窍鼻炎片 这个名叫的真通俗 但实际上 在某一些证型来讲 他通不了窍 这个效果可能还比较好 那么如果要是 冠病性鼻炎 哮喘属于秋造类的 属于粮造类的 那么用 刚才我已经告诉你 还是同学里非口服液 粮造一类的呢 可能有一点点鼻涕 鼻涕不是很多 或者是轻鼻涕 老大喷嚏 流鼻涕 轻鼻涕 这一类的 还有一点咳嗽 但是我们 西医的讲的哮喘 和我们中医的哮喘 它不一样 我们中医的哮是 就是笑名有声 就是如水鸡转 这种是哮 然后喘呢 是我们喘 喘息 实际上 西医的那个哮喘 比我们 这个中医的这个哮喘 范围广 它我们好多中医的 这种咳嗽 它也叫哮喘 它也叫哮喘 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 咳嗽变异性哮喘 所以西医的那个哮喘 更大一些 我们中医的一个哮喘 哮喘 它的范围窄 粮造 那么你记住 它的这个致病特点 刚刚跟我们说的 那个感冒是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有肺病素疾的人 感受了粮造 那么你就按照粮造去治就行了 也可以合上经过瘾 这一类都可以 温造呢 咱们就上去感冒颗粒 假如经过瘾 可以 过敏性鼻炎属于表虚不顾类的 一般情况下 到了秋季这一个 就出现了好多这样一个类型了 因为夏天 这个出了很多汗 这个人也正气受损 气随这个今夜汗泄掉了 这样的话表气虚 这样的人是什么特点呢 特别容易感冒 你们记住 但是你们记住 我说的这个特点并不代表 就是绝对 你别特别容易感冒的 你就是说 那么就一瓶风 我以前治过一个坏症的 这个叫特别容易犯徐麻疹 要前麻疹的 特别容易 他一年四季都是前麻疹 他认为这表虚不过 弄了这个 就是最后弄的这个 十几岁的这个小孩 好点 这群麻疹 本来一发能发两个月 三个月 特别爱饭 结果一年都不虚 一年都不消 常年的都是前麻疹 他常年的吃了预风通颗粒 鼻子都流鲜血了 我说这个医生也是真是有毅力 这个家长也挺有毅力的 最后这个开了一点汤药 凉血泻热 树风解表 很快就把它弄好了 但是这个孩子 就是因为前麻疹的这个原因 导致不敢上体育课 不敢上舞 不敢跳舞 舞蹈 不敢招风 不敢出 一出去浑身都是七成的痒 难受 哎呦 我真痛苦得很 最后没几副就给治好了 所以 我说真是挺有毅力的 能南辕北辙到这种程度 真是不创南墙不回头 你们记住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 特别害怕的 就是 你们断章取义 刚才那天有一个学员来找我看病 说 说这个 您说 您说的这个 夏天汗泻了以后 这个属虚的心脏病多 那我这个先生 有这个 左屎高电压 也是个心脏病 那我就给他用了这个 这个生肺饮 好 就吃完生肺饮 都不舒服了 就是 就有点断章取义了 他忘了 我说的这个汗泻 导致属虚的比较多 后面说的是什么 就属于一个什么症状呢 一动就心慌 一动就心慌 我说有这个吗 没有啊 没有 他就不是嘛 所以千万别断章取义 也别绝对话 我说的爱感冒 你们说爱感冒的人都是郁平峰 那不对 那就不对 你要综合变 综合判断 后面是什么 郁平峰 他是表须不顾 这种人他感冒有一个什么特点 他感冒 他不怎么发烧 他鼻流清涕 而且他还身上有汗 就是他感冒的时候浑身都有汗 汗出津津的 他怕风 一出汗身上就怕风 你们记住了 这样的病人才是郁平峰 可力的 如果要他大便还偏西藏的话 那这个特别适合他了 有的人他大便偏干一点 费劲一点 你用郁平峰可能有效果 但是他后面可能 后续的症状你可能还得再调整 但是出现这些症候的 表须不顾的 容易感冒的 过敏性鼻炎 哮喘 包括 他一来了风 他就渴走感冒 或者是流鼻涕 大喷嚏流鼻涕 清鼻涕 清鼻涕 看起来像风寒感冒 好多人有的 有的就按着 但风寒啊 伤寒啊 给你用 用解表散寒的药 弄点麻荒 一泄 好点 这个马上就变成虚症了 因为他表虚不过 虽然像表现上 以含邪 塑表了这种表现 但是他没有塑住 他没有束缚住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 表气虚 虚确 焊出雾风 这种表现 我们实际上 这种情况的话 郁平峰还更合适 所以你们记住了 千万别断章取义了 只不过是这个季节的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有了 我不是说都是 你们一定要慎重 千万别难缘被疾了 像我说的这些情况 我觉得我临床上 我临床上去给人治病的时候 治的很多很多 不能说最多的 我治的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都是治坏了 还有一部分我自己治的不是特别合适的 这个都有 每个人都会有 你治的不太合适 你有治的合适的地方 有治不合适的地方 你一直在调整 只不过你发现了 你再调整 三分之一的病人 都是治的乱七八糟的 所以罗大伦老师 引用了古人的一个方子 叫有病不治常德中医 这个中医是什么 你们知道这个中医是什么 有病不治常德中医 就是我们吗 是中医吗 是吗 是这意思吗 你们猜一猜 哎 这个学生说的 就有病不治 大概相当于中等医生的事情 这很悲观哈 特别特别悲观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大概相当于 就是他的一个意思 就是你治坏了还不是不治 治乱了还不是不治 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把握 我经常跟你们这些学员说 你们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尤其给别人弄的时候 因为你不痛不痒了 你给自己的孩子 你相对来说比较慎重 你给别人的孩子治 你推荐什么的都慎重 有七成的把握你再治 三成的把握你别治 你宁愿你不要治 你让他慎慎 有时候慢慢可能就好了 你要是弄的话 弄坏了 那个就不好治 就像刚才我那个遭热伤废 那治坏了 治坏了就得多受一波罪 然后再治回去 再治 相当于 他治到更远处 我再给他治回原点 然后再把这个病治好 病成的病案更长 所以 要慎重 你们记住 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些 只是这个季节常见的 一定要避免 你们这个季节就用这个了 一定了 如果出现的是别的类型的 你们也要用 如果要是过敏性鼻炎哮喘 属于肾阳虚寒血引动浮弹的 这个表现和我之前讲的 那个一群风颗粒的 那个特别像 特别特别像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 这个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你们记住了 如果出现了 刚才我说的那些表现 一遇到寒 又遇到梁 他就咳嗽 笑喘 甚至喘得比较厉害 只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你摸脉 你摸脉 如果脉沉 如果有表证脉沉 那都是阳虚 如果脉 服饰无力 那就是弃虚 服饰无力 那就是弃虚 如果是服贤有力 那就是表实证 只通过脉来 来鉴别 那么这个肯定是怕冷 怕冷的更重 怕冷的更重 它其实这个就是 麻黄父子细心汤 在那个上海里边 有这样的一个方子 那么 我用呢 我就用金归肾气 和通生理肺 来取麻黄父子细心汤的 这个意思 那么 有啊 这个季节有 但是这个症候 特别 适应证特别少 比那个玉平峰 我刚才说的 那个适应证要窄 要少 这一类型特别少 而且这一类型 往往都是以 以 喘症 喘症表现 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方子 叫小青龙颗粒 小青龙颗粒 小青龙合计 小青龙口服液 这样的方子 这个你们记住 凡是 你摸着卖 闲 而有力的喘症 欲含耳洞的隐症 用小青龙 这一个方子 凡是卖沉的 同样的这个症候 你用麻烦复习 所以这个挺难 可能难 对你们来说 有点难 但是用错了的时候 这个产生的 这个负重 又可能是 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要是秋造 你用上这样的方子 那可就治坏了 你们千万记住 这个我只是 跟你们介绍 比较少 只不过是 在秋天这个季节 它季节性发病 发的这个 过敏性鼻炎 和哮喘中的 友好 有一些人 他是这个 慎阳虚 这样的人呢 他通常都是 一年四季都是趴冷的 手脚都是冰凉的 而且他一壳子吐 这种痰都是清晰的 清晰的 这时候 你可以考虑这样 这是慎阳虚的 实在是没有把握 你就别 你就别给他吃 如果要是 如果你实在是想给他吃 你先让他吃一顿 他吃的如果舒服 那就对等了 如果吃的不舒服 我跟你说 中程药 它的反应也快点了 也快点了 你吃上一顿两顿 他就能知道 舒服不舒服 他吃上舒服 他就慢慢的 这个病就慢慢好了 他吃的不舒服 你别给他用了 这个呢 秋季过敏 出的这个前把诊 其实前把诊 这个就比较少了 那么 这个还是在咱们群里边 一个学员提 这么一个方子 这么样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 我看了看这个方子 还配的是不错 配的不错 所以说 我给你们介绍 这个前把诊丸 这个方子呢 舒风 舒风化 舒风 舒风 清热 还有凉血的一些作用 那么 基本上 针对前把诊的这个药物 它这个组方案基本都有 所以这个方子是 就是你这个季节得了 前把诊可以用 但前把诊这个季节 秋天就比较少了 越来越 越来越比较少了 实际上 以湿疹作为表现的 其实这个季节 偏多 其实前把诊不是特别多 等到再过去 等过去 等到秋分之后 前把诊才多 才比较多点 秋季的这个诊诊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再往后的这个季节 包括这北方的 北方 南方不是这样 那么秋天 我们现在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 那么雪道生风的比例比较大 那么当归苦神丸 当时我原先给你们介绍的那些 什么诗读清了什么的 当归苦神丸 其实更常用 这一类的 当归苦神丸更常用 你们记住 再干性的 如果干性的 起皮的这种 都是如鱼鳞状 那种 那就不是了 这个当归苦神丸也不管用 你们记住这一类的 还行 还有一个就是秋季美容润肤的一个食品 叫猪皮栋 猪皮栋 它的姓呢 咱们猪咱们姓平 猪皮栋 它都是一些胶原 它和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 就是我们看过《征环传》吗 你们看过《征环传》吗 以前 看过吗 《征环传》 温太医特别喜欢用 东阿阿焦 那个就叫怪异了 吃下钱 吃不下饭 东阿阿焦 胡说八道 我一看东阿阿焦 厂家给了很多赞助费 给了钱了 但是东阿阿焦 出境率很高 但实际上 在皇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不是叫东阿阿焦 还有待考证 有可能也有了 那个《道地药台》 但是他们会不会这么叫 就把那个《道地药台》叫 别的要不要 只有东阿阿焦 你去这么叫 明显的就是做广告 这个有一个特别便宜的 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猪皮冻 大家都喜欢猪皮冻 其实猪福汤 我们中医有一个猪福汤 猪福驴皮 它们性质都像 都是养生筋 润灶 润肤的 如果我们皮肤特别干燥 一到秋天 整个皮都干裂了 这种 这么多糟的 你能吃掉猪皮冻 就一定的好处 它里边还有很多 什么胶原类的 好 这么多 这一条